看看新闻吧 几天前我们的记者还在纳闷 李光杰为什么在被问到女友樱桃的时候 如此心不在焉 心情低落 不过现在这案子看来是破了 日前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一家高档酒店 樱桃被拍到和一男子上了一辆新款豪车 两人来到的是三里屯某商场的地下车库洗车 洗完车之后又一起并肩逛街 此时这位男子露出庐山真面目 不是李光杰而是前足球运动员 如今的足球教练李金宇 两个人当天的出行全程并未遮遮掩掩 在逛街的时候记者还注意到 李金宇的手里拿着几本剧本 剧本上印着我为子孙当北漂几个字 这正是樱桃目前主演的电视剧剧名 两人之后在茶馆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 走出茶馆李金宇开着座 家两人回到了樱桃的公寓 这个节奏要知道李光杰和樱桃陷入热恋的时候 两人都没有同归一处呢 这些还不止 因为之后某天上午李金宇身穿运动装 不紧不慢地走出樱桃所在公寓 只见他大步走向公寓对面的快餐厅 随后拎了两大袋盒饭返回公寓 看着菜量可不是一个人能够吃得完的呢 看来樱桃和李金宇的这段文体恋是打得火热 只不过樱桃和李光杰今年五月 才因为合作话剧《罗明欧与朱丽叶驾系真作》 而陷入热恋的两人在八月被爆料已经分手 短短几天之后樱桃就被爆出闪恋前国脚 这闪恋闪分再闪恋的速度 让已经成为前任的李光杰也是有点招架不住了 其实军人出现的樱桃自从出道之后在感情方面一直非常低调 2011年爆炸性新闻樱桃前夫受审案 让樱桃和全外人沈俊成的一段婚事曝光 而在离婚之后樱桃和李小冉的前男友孙东海有过一段情 而孙东海也被认为是烟颇被砍案的幕后主使 不过和富豪男友的这段情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你觉得找一个跟你能够在一起的男朋友这件事容易吗 挺容易的 对于我来说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做任何事我都不会给自己定一个框框 说我一定要这样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那样我觉得就会比较难吧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的 怎么说呢让我可以在一个相对单纯和简单的环境下去生活 看来樱桃这次的确没有给自己设定框框 爱上了文体一家亲事的跨界情缘 而作为昔日支撑甲A中超的国足前锋 李金宇从2011年退役开始从事教练工作之后 新闻关注度大大降低 与几年前在赛场上重锋陷阵的李金宇相比 现在的他明显发福 练堂也有点变圆了 那你早练过吗 我没早练过 我19岁开始的 我不信 19岁挺早的 他当时就练过谁啊 女明星啊什么的 贴着那个照片什么的 或者他跟你说过 女明星大家都挺喜欢的 是的 这位前国家非常偏爱女明星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他与女演员孙宁还有过一段情 2004年李金宇公开恋情 几次在求新的聚会上 携孙宁共同出席 之后他们还开始购置房产 营造未来爱潮 只不过孙宁和王学斌 在2007年拍摄电视剧 忘不了时暗生情愫 之后还结为夫妇 这让当时有意迎娶孙宁的 李金宇苦守了 很长一段时间的感情空白 如今樱桃被爆出 恋上李金宇 更让人惊讶的是 两人一被发现 就已经是感情甜蜜蜜了 小编忠心希望 这次两人可以联手 打破本体恋短命的魔咒咯 新闻再线总好 电视剧 两次 自然的电视剧